上个当院里我们看到邓丽君崛起的过程 除了天赋的嗓音 更有着自我鞭策的敬业精神 更难能可谓的是 他达到歌唱成就的高峰之后 不以此自满 还不断的挑战新战场 他远征香港 新马 中国大陆 创下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但是作为艺人最受人瞩目的感情面 邓丽君终究未能交出成绩单 有不少的感情故事 竟然是他过世之后才陆续被曝光 几名曾经被点名的男性当中 包括成龙在内 究竟谁是邓丽君的最爱 为何在豪门和自我之间 他会忍痛割舍爱情呢 继续台湾演绎这个单元 让我们进入Teresa邓丽君的内心世界 在一双翅膀背拖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 去到我向往的地方 七零年代初期 翁倩玉 欧阳飞飞等台籍明星 陆续走红日本 于是日本经纪公司 开始在台湾物色年轻又有潜力的歌手 当时21岁的邓丽君 以清新俏丽的唱歌风格得到赏识 而日本人原来就比较严真 所以邓丽君的歌过去的时候 恰好是让他们在一种日常中间消融 因为日本人对自己 这个比较规矩的文化 规范的文化的解放 通常是一种要么是酒后 要么就是像那种 面对着樱花 枫叶 感叹人生的凋零 那种比较终极性的解放 对这种日常就可以能饮一杯无 像何日君再来 那样的一个感觉 对日本来讲平时是没有的 进军日本 邓丽君推出日文专辑空港 这首歌让他接二连三地获得 日本NHK新人赏 电视赏 已经银赏的奖励 接着更一举当选1974年最佳新人歌星奖 邓丽君在日本歌台的表现 过关斩将 气势如虹 日本那个地方我后来听他们讲 那是竞争很厉害 你这一两次你觉得观众或是谁 觉得你不好 你可能就被淘汰 所以他在那边的能够在那边竞争这么激烈 能够在那边存下来 我觉得的确也是不容易 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那边 所以以后我有的时候听他讲 谈到日本那一段 真是也蛮艰辛的 有的时候在外面受到挫折怎么样 回到家里也就是抱着妈妈痛哭 但是哭完了 再出去 再面对 再做一个 又跟人家来做一个竞争 台湾歌星到日本闯荡不容易 再加上当年 台湾外交尚未脱离困境 为了方便能够到各国表演 邓丽君透过关系取得印尼护照 没想到1979年 在一次入境日本时 被以非法入境遭到调查 媒体称为假护照风波 这让名气如日中天的邓丽君 歌唱事业第一次面临考验 因为当时很多人以为邓丽君去买黑色的假护照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他只是拿到一本印尼发的护照 但这个护照的合法程序有问题 所以他当时进到日本 他其实在日本海关已经进关了 海关并没有发觉这个护照有问题 可是后来是媒体报道 媒体披露出来的 因为当时其实邓丽君在日本走红了 而当时日本社会 他们对于艺人 是用一种高规 高道德的标准在审视艺人的 事业失忆 邓丽君的爱情史倒是相当精彩 早期就曾传出他和电影王子秦祥林 在罗马有过一段恋情 主持界的张飞 高凌峰等情场高手 也都曾公开热切追求过邓丽君 我没事就坐飞机到南部去看他表演 那那天就跟他讲我不会去 所以只是跟他庆功 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 当然就是所有的乐队啦 葡萄酒啦 香槟啦 什么都摆好 等他来 晚上半夜差不多一点的时候 那我就出现 然后就把这个送给他 当天的情况是 我一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他会怎么样 他当时的情况是 看到我了 就一掉头 就把门关就跑掉了 当然这些追求风势 并没有打动邓丽君 反而是他暂停日本事业 转往美国深造时 在洛杉矶卸购了论年龄 事业实力旗鼓相当的对象 坠入了一场认真的恋气 成龙在拍《杀手豪》这部电影 大概就在好莱坞那个地方 好莱坞那个地方最有名的海滩 大概就是Santa Monica Santa Monica最多人去的地方 那有一天成龙在Santa Monica 慢跑还是怎么样的 就碰到那个女生 那成龙好像说sorry 结果那女生说没关系 成龙听怎么是华人 就一看来知道说原来是邓丽君 大家都知道也认识 可是不熟 结果呢就在洛杉矶那样的一个地方 一个在拍片 一个在沉浅 然后两个迅速就陷入 成龙就开始在追求了 这一段浪漫的恋情 曾经被媒体披露过 只是当事人当时全盘否认 再加上没有人拿得出确切的证据 所以被认为只是捕风捉影 直到邓丽君过世多年之后 另外一位当事人成龙 终于公开承认这段恋情 他的歌声一出现我都会想不到 当时会在美国的情形 曾经跟他有过的那段日子 很特别开心 但是就会感觉 为什么以前不好好地珍惜他 他每天花很多时间 跟陈加班兄弟在一起 当他跟邓丽君约会的时候 其实就是好像邓丽君不太高兴 比如吃饭的时候他好像说 也要跟陈加班一起吃 那邓丽君觉得说 后来邓丽君有讲过说 那你要谈感情 去跟你那班兄弟谈感情好 他们两个后来就有点意气用事 邓丽君产生了这种 他的不高兴不悦 可是陈龙呢个性也很强 他也并不妥协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事业来讲 静好来或是刚起步 陈加班的兄弟怎么可以放弃 那邓丽君当然不希望一个男人 要跟他谈恋爱 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在旁边 所以这段感情是因为这个原因 画下了休止符 直到1981年 邓丽君与马来西亚堂王之子 郭孔城相恋 才又交出另外一张爱情成绩单 这段恋情是维持最久 也是他唯一公开承认过的 原本应该有机会开花结果 但是却因为与他的演唱事业冲突 在爱情与事业无法兼得的情况下 邓丽君被迫做出决定 我们听说是这样子了 他进到郭家的那一天 上上下下的人包括佣人都来找他签名 因为邓丽君是名气很大大明星嘛 可这些事情看在郭孔城的祖母阿嬷的眼里 就不太高兴了 他觉得说我们家未来的一个媳妇 怎么是可以这么的高调的 所以当时听说他开了三个条件 这也是后来邓丽君决定把这种 这个订婚退婚的原因 他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公布你所有的恋情史 第二个你以后不能再出来做表演 第三个你跟演员圈尽量不要 因为郭家长辈的严格要求 无法放弃自我的邓丽君 不得不割舍爱情 解除婚约 经历这一次感情挫折 往后七年 邓丽君不再有恋情传出 随着年岁慢慢增长 该以不同的态度处理自己的提示